管理什么事 清开抢先报 管理听我说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经理人月刊的文稿主编 邵贝轩 我是贝轩 欢迎收听经理人podcast 管理什么事单元 那这个单元每个月会跟听众朋友导读 跟分享当期杂志的封面故事 或是特别企划 也会邀请编辑团队来分享 专题制作背后的故事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一次搞懂ETF 是经理人月刊9月号的特别企划 那我们邀请的是 经理人月刊的资深采访编辑 卢婷熙 我们先请婷熙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经理人的采访编辑卢婷熙 这次呢我们做的特别企划是 一次搞懂ETF 所以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到底什么是ETF 他们最近很热门这样 OK好 但刚刚停息有讲到了ETF 我想最近这一两年 尤其是去年的时候 股票市场很热的时候 很多人你就会听到 很多ETF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 那到底什么是ETF ETF到底在台湾 或是在全球的市场有多夯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就是只是听过 或者是假设你是投资新手的话 就是大概知道 它是一种投资工具 投资方法 但是实际上到底什么是ETF呢 我如果想要买ETF 或是我想要让ETF变成我的投资方法之一 或投资工具之一 应该要怎么判断我是不适合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请听希分享一下 对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ETF 那ETF其实它是三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一呢说的就是exchange 就是交易所的意思 然后T是traded就是买卖 F呢就是fund就是基金 所以它如果你是中文直接翻译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在交易所买卖的基金 所以它是一种基金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把它变成中文全身就是指数股票型基金 那所以说ETF是一种基金 但是呢它有指数跟股票这两个特点 意思就是说呢 它其实是追踪某一个指数 那追踪这个某一个指数 然后如果指数表现很好的话 你买的ETF它就会跟着很好 那它股票的概念是讲说 就是它的交易的方法 其实跟我们一般买股票一样 就是这个ETF它是在市场上面挂牌 那同时呢它又有保留基金的特质 然后它是让投信跟证券公司管理 所以如果你要去买ETF的话 你不管是买国内或是国外 就是跟这些证券公司证券商去开户 就可以买ETF 它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虽然是基金 但是它有股票的特性这样 OK好 那就你的观察 就在这次做特别企划的时候 到底为什么 就是它到底现在ETF是多热门的情况 你可以跟我们稍微描述一下吗 对像其实今年的下半年呢 全球股市都是算是下跌 像我们知道就是像标普 它就跌了21%左右 但是呢 其实我们的研究机构 它这个ETFGI 它今年的统计说 从今年初到今年7月呢 全球ETF的产业 它们的净流入量 净流入量就是讲说 就是我们投资人 在这个经济体中 去投资的这个总量 已经超过了5057亿美元 大概是台币15兆多 所以说等于说整个ETF的产业里面有15多兆的这些钱在流动 然后它是今年是历史第二名 第一名就是去年 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是去年或是今年呢 大家在买ETF全球里面 它的那个金额跟数量是一直在创下新高 那其实如果像以台湾来讲呢 ETF最近也是很热门 因为其实台湾的话 它第一档ETF就是我们的 台湾的卓越50基金 就是0050 它是2003年上市 但是呢 那个时候只有大概可能只有十几档而已 可是今年台湾已经有 234档的ETF挂牌 其实今年呢 一直到5月的时候 它的ETF的这个总量是增加了1637亿元 然后整体的规模是6562亿元 也是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台股市场里面 ETF今年的整体规模是最高的一年 代表说其实我们大家讲说 现在可能是处于熊市的状态 可是ETF大家还是很热门这样 OK所以不管是熊市也好 或者2021年 其实股市很热门的时候 ETF的资金跟管理的资产规模 已经很多了 那但是像即便是 像现在整体的股票市场 相对表现不好 但是ETF甚至是相对热门 好 那我就想要问清晰啦 就是你看哦 不管是股市好 股票市场好 或者股票市场不好 大家都还是想要买ETF 你觉得就是在这个 为什么大家对于ETF的投资 会这么热门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啦 就是ETF似乎是 懒人投资法 或是你闭着眼睛就可以投资 的确是这样吗 到底ETF在夯什么呢 对其实因为如果对一般的 新手投资人也好 或者是比如说 比较年轻的投资人也好 他确实有这种 比较类似懒人的这种概念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比喻一下 比如说如果我一开始想要买股票 那我可能每一支股票 我都要研究老半天 然后去分析说 哪一家股票比较好 那买股票的概念 就跟去你去自助商店一样 你就是可能看到一个菜 你就是买一下 看到另外一个菜买一下 看到汤也买一下 所以你可能会很混乱 不知道说到底哪一个 比较好选来选去 但是ETF它是 比较像是套餐的概念 因为它是追踪指数的内容 然后所以你一支ETF里面 你可能就有50家公司的股票 或是甚至500家 所以它是帮你选好这些 比较优质 比较稳定的 比较表现好的公司企业的股票 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不用去分析说 到底我要去选ABC股票怎么样 它还是帮你选好 所以是 其实像是套餐的概念 那相对之下 有人说是懒人 确实比较这样子的 接近的概念 就我不用思考 就像我去餐厅一样 我就是点一份套餐 你就是有菜有饭有肉 什么都帮你配好了 对对对没错 但我如果研究个股 我可能要研究说 这款肉是不是怎么样 成长过程如何之类的 我可能要做的功课 会比较多一点 对当然因为像股票 它的获利可能还是比较好 但是因为你的风险也比较大 那ETF的话 它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年轻人也会比较喜欢这样 就假设你是投资新手 投资小白 可能一开始对于 研究一家企业的个股 或者是说研究它的财报 你还是相对没那么熟的话 也许ETF是一个 蛮适合你出街的一种投资方法 对对没错 OK好 那这次的特别企划 就是一次搞懂ETF 除了就告诉大家 ETF的概念是什么之外 我们还会介绍 哪些ETF的相关面向呢 OK我们这次呢 一开始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如果我真的要投资的话 像是大家刚刚有讲到 是有ETF 有股票 甚至还有共同基金 我们会介绍一下 这三种不同的投资工具 它有什么好的地方 跟坏的地方 这次我们会讲到 以及会介绍说 像是如果我真的要买 我到底要买哪一档比较好 像是台湾可能有005 00056 大家会觉得很多可以选 那以及像是美股市场 你也可能会有喜欢的 以及像全球市场 也有一些不错的ETF 所以台股跟美股跟全球市场 比较热门的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接下来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其实最近有很多的主题是ETF 像是比如说 可能电动车啊 可能像5G啊 半导体 这些ETF也疯狂的出现 所以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到底什么是主题是ETF 然后最后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那其实买ETF真的是无往不利吗 ETF就是万灵单吗 其实也不是 你需要注意一些 美美嘎嘎 如果你都没有留意到的话 你可能也会遇到 比如说衰退 或者是赔钱的时候 所以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如果你买ETF没有获利 会有哪一些地方 是应该出现的问题 没有留意到 然后接下来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真的要开始买的话 我要怎么样去开户 像是我实体开户怎么开户 线上开户怎么开户 这边也都会跟大家分享 只是我们这一次的特别企划的规划 OK好 首先听到这里 我就会想说 那听起来 ETF其实还是有很多学问要学 并不是说这么简单的 我闭着眼睛 把钱砸下去就好了 然后我就肯定是稳赚不配 那所以我想要先请停息 来帮我稍微解惑一下 就是ETF如果它看起来是 懒人投资法里面 应该是有比较多的东西 是不是闭着眼睛就好 是否是稳赚不配 根据刚刚的说法 应该不是 并不是这样是吗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先讲一下说 ETF还有分比较多的类别 像一开始刚刚大家讲的0050 它就是追踪台股前50大的股票 合在一起 那如果你是标普500指数的话 就是你就是追踪美国前500大的 公司的股票集合在一起 那如果像是0050跟标普500 这两个是比较大 然后比较规模比较集中的话 它就是比较像是稳定的概念 你就可能投资它 就是会相对之下风险会比较低 你就可以稍微可以闭着眼睛买 但是如果你是刚刚讲到 有很多主题式的ETF 那你就不能够这样闭着眼睛买 像是电动车跟半导体 它可能最近一两年刚开始出现新兴的市场 那但是还有可能之后会波动比较大 所以你不能够说 如果今天要买0050跟标普500以外的ETF 它是主题式的话 你就不能说我没有研究 我看到觉得电动车很棒 我就开始买 就最后发现其实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赔钱 所以像是这种主题式的话 就不能够闭着眼睛这样买 OK所以听起来 即便是ETF 有的是跟着 就是我是投资500家公司的这种综合型 50家公司的综合型 然后又有主题式的 就比方说可能我这次ETF里面选的 全部都是电动车类型的相关企业或股票 或者是说都是5G概念相关的企业或是股票 那针对这种主题式的 也许我就要看 也许现在5G很夯 或是5G刚开始的时候很夯 但是它可能会随着市场的波动 就可能现在它对于大家对5G的这个讨论度 又稍微没那么热门了 或是电动车 因为什么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然后晶片供应的问题 它可能会有期有跌 所以在买主题式的时候 可能会比稍微 刚刚我们讲的500 500大市值或前50大市值的公司 可能变动又稍微多一点 那你在投资的时候 也许要多 就是要做的功课 应该是要再多一点是吗 对 其实大家可能会纳闷就说 那我到底我是要买这些 比较传统的0050或是标普吧 还是我要买这些主题式 那我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那像我们这一次有采访了 投资资讯平台的财经M平方 那他就跟我们讲说 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分析方法 叫做景气循环投资法 也就是说他们把景气分成 四个向线 包含他有复苏期 就是经济开始回稳 包含还有扩张期 就是经济成长高于平均 物价也高于平均的时候 就是扩张期 以及向趋缓期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摔退期 那他就跟我们讲说 你在这四个不同的经济体的表现里面 你就会有不同的选择ETF的方式 举例来说像现在呢 2022年下半年 财经M平方跟我们讲说 台湾以及全球的市场 大概是偏向走向趋缓期 那如果是趋缓期的时候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你的投资策略 应该要比较保守一点 你可能要多买一些 比如说公用事业的ETF 或者是高股息 高股利的ETF的投资比例 就是在这个景气里面 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样 OK好 我想要知道就比方说 刚刚停戏分享了 这个财经M平方认为 我其实即便是买这个 前500大市值 前50市值的这个ETF 它跟景气循环也有关系 不是说我买了一定会赚 景气不好的意思是说 景气不好的时候 这50大市值 或前500大市值的股票 也是会跟着下跌的 所以你的ETF 也是会跟着下跌的 还是会下跌 对 OK 然后刚刚还讲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投资就要偏向 比较保守 那根据你采访这个 财经M平方的建议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在买ETF的时候 也许你的ETF 包含的股票是有 比较多公家机关 公营事业 因为它比较不会倒 或是受景气影响 比较稍微小一点 或者是说 它的这个配比上面 会有一些调整 是吗 对 没错 就是你 你可能还是可以买0050 跟买票500 可是你的比例 可能就要稍微 把它调配降低一点 然后你在 趋缓期的时候 你可能刚刚讲到的 这些公营事业的ETF 可能稍微高一点 那你去平衡一下 你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话 你的那个风险 也会比较低这样 OK好 刚刚介绍了比较多 讲到的是台湾 跟美股里面 最有名的 那除了刚刚介绍的 这些ETF之外 国外也有 还有很多其他热门的 不同种类的ETF 甚至 我这次看到你 写的资料里面 还有说 有的ETF 是连巴菲特也推荐的 对 像其实巴菲特 它在2014年的时候 它的股东信里面 就讲说 如果你是 投资新手的话 你就是买ETF 就不会错 他直接这样讲 他后来 他们公司自己也有买 那其他推荐的 就是代号是SPY SPY就是我们刚刚讲 追踪美股标普500指数的 这个ETF 还有另外两家美股 也是追踪标普500 都非常不错 是VOO跟代号IVV 这三家都是很大的ETF 他们都是追踪标普500 如果你是想要买 这些除了美股之外 全球市场它也有ETF 那一个是VT 一个是ACWI 那VT呢 它是追踪 全球的投资 47个国家的ETF 它有9000多档股票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去买VT 这个ETF的话 你就投资了 9000多个股票的 这个东西 包含像我们台积电 也在VT里面 好 那最后一个 我其实想要问一下 就是假设 OK我了解ETF 其实是一篮子 股票的这个概念 那它不只是 只有追踪 前市值500大 后市值大 有可能会是有主题式的 有可能是根据 这个趋势的 也有可能像说公营 就是里面的那个配股的 就是选股的 这个配置也会有不同 那最后一个就是 我觉得另外一个 我会好奇的时候 就是比方说 ETF它的中文名字叫 直输型股票基金 那这跟原本 我很多投资人 在市场上 我就会有买基金的习惯 这跟原本 我买的这个基金 有什么不一样呢 OK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ETF 它虽然是基金 但是它是被动型基金 那一般我们买的市场的基金 它可能是主动型基金 那被动跟主动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就在于说 如果我是买ETF的话 我的这些成分股都是已经选好的 也就是说 ETF会帮你选好 像是005 还帮你选好50加 你是不太需要去调整 这些成分股的组合 可是如果我买的是共同基金 这些主动型的概念的话 它的这个规模是你要自己去选择 就是你通常大家会请这些 比较厉害的基金经理人帮你操盘 那我们可能就是每几个月 就会变换一次你的组合 那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的这个目标是要打败大盘 就是如果你是主动型基金 就是你要靠着比较好的成分 去打败大盘 可是ETF是被动型的概念 它的目标并不是打败大盘 而是它要跟指数 有一样的获利跟报酬 因为它是追踪指数 所以这个是主动型跟被动型的差别 所以这个是如果我去买ETF的话 我就是不需要去主动管理 我不用去找这些基金经理人这样 OK 好了解 好那这次停息做完 就是一次搞懂ETF之外 你自己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比较可以清楚去了解说 这个投资产品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坏处 然后我也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 那我如果真的要开始投资的话 我是买股票比较好 还是买基金比较好 还是买ETF比较好 比较有多一点的明确的概念这样 这是绝对是可以读完特期之后的好处这样 OK 好 我分享一下这次的收获好了 因为我本身自己在这个之前是有买 就是大家讲的那种 我就是跟风行的 就是讲那个005 0 0 0 5 6 然后就是当然有一些就可能太贵 我买不起 所以但是我就是会开始定期定额的投资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其实它没有你想象中的困难 所以我们一开始觉得如果你是投资新手 你要进入股票市场的时候 你开始觉得天哪 买卖股票或买卖个股 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非常害怕自己会赔钱 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 也许你是定期定额 或者是就是选这种跟随大盘型的 你就当作反正我每个月存的钱 存在银行里面也是存 那我存在我买股票也是 也是也是另外一种存法 然后到时候我还有股息可以领 所以我就觉得 它也是另外一种新的投资工具 而且它其实步骤还算简单 就是我去股票市场开一个户 然后我就可以买0050或0056 或者是00878等等 那它也许它的价钱 你的股票价钱 或基金ETF的价钱 会跟着股票市场波动 但是它还是有股息可以领 它的股息目前是比银行的 钱百代银行的利息还要多 没错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利多 那透过这次的 就是停息做的这个特别企划 我另外一个学习是 原来除了我知道的这些 50、0056、00878之外 原来全球市场还有这些ETF 也有主题式的ETF 然后它甚至更详细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其实除了ETF之外 同样是基金结尾的 到底在选择这个标的的 这个权重比例上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在这一次的 停息做的企划里面得到的收获 对那其实大家就可以来 看一下这一次的介绍 你如果是还不懂的话 你相信你应该有一些 不错的收获这样 对啊但如果你是投资老手 搞不好觉得我们 这一集介绍的太简单 或是停息做的非常简单 但我觉得如果是投资新手 或是出入股市入门的 我觉得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到底大家很夯在讨论的ETF 到底是什么 然后现在市面上一些 简单的ETF的一些 就是工具到底有哪些 好 所以以上是今天分享的一次 搞懂ETF 同时也是经理人月刊 9月号的特别期望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开每集节目 介绍底下的杂志购买连接 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现在就按下经理人Podcast订阅 也可以到经理人月刊网站留言 给我们有任何想问的职场问题 或是想要邀请哪位职场专家对谈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了 拜拜 拜拜